大家好 中国驻巴基散使馆工作人员证实 卡拉奇发生爆炸案 造成了三名中国公民遇难 据巴基散媒体26号的报道 巴基散南部城市卡拉奇当天发生了一起爆炸 造成四人死亡 其中包括三名中国公民 三名中国公民现在我了解的情况 是两名男性,一名女性 中国驻巴基散大使馆的工作人员26号 也向中国的媒体证实 表示三名遇难者均为卡拉奇 卡拉奇大学的中方工作人员 根据巴基散媒体的介绍 卡拉奇警察局的局长 古拉姆纳比·梅蒙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现场的监控录像显示 一名身穿女性罩袍的人走向面包车 随后发生瞬间的爆炸 三名死去的中国人 包括提供汉语研究生班 汉语培训的孔子学院的院长和两名老师 孔子学院的院长这次袭击中也身亡 官员说 第四名死者是面包车司机 为巴基斯坦机 现在我获得最新的消息 比鲁兹省的比鲁兹解放军宣布对爆炸袭击负责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比鲁兹解放军 比鲁兹解放军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一个比鲁兹人的武装组织 2004年的比鲁兹解放军武力对抗巴基斯坦政府 他们声称只在为长期受压迫的比鲁兹人争取平权与民族自决 比鲁兹解放军大多在巴基斯坦的比鲁兹省活动 常常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武装力量发动攻击 比鲁兹解放军他的领导人是凯尔巴什马里 目前已经身亡 最新的领导人是海比尔马里 他主要活动地区是巴基斯坦比鲁兹省阿富汗境内的一部山区 在印度也发现比鲁兹解放军活动的身影 比鲁兹解放军被巴基斯坦、英国、欧盟、美国都认定为恐怖组织 印度现在没有将其列为恐怖组织 巴基斯坦的指控比鲁兹解放军为印度所操控 且印度与阿富汗、坎大哈与贾拉拉伯德等地的领事馆 为其提供军事、经济资助以及武装训练 目前造成巴基斯坦动荡 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印度暗中支持比鲁兹解放军 但比鲁兹解放军领导人否认其组织与印度有关 这次袭击是针对中国公民的自杀式恐怖袭击 现在国内媒体有报道 但是报道篇幅不多 大家可能对现在巴基斯坦国内的情况不太了解 我从我渠道获得一些信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实际上这次针对中国公民的恐怖袭击之前 巴基斯坦国内局势就很紧张了 我实际上很多信息也了解 但是最近主要关注乌克兰的局势 所以巴基斯坦方向有一些敏感的信息没有给大家汇报 如果我这个节目能够提前两天跟大家报告的话 很有可能在巴基斯坦有些中国公民能够看到我节目 就会提前提前有所防备 我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巴基斯坦国内的情况 就在爆炸袭击之前的一天 那在巴基斯坦的开普尔叫普和图瓦省 一个边境检查站 比鲁芝解放军的武装分子向巴基斯坦的警察开枪 五名巴基斯坦警察死亡 就在前天 实际上比鲁芝解放军已经开始袭击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了 那巴基斯坦的解放军呢 在一天之前处决了巴基斯坦军队的一名间谍 该间谍化装成巴基斯坦比鲁芝解放军的武装人员 在比鲁芝解放军内部搜集相关的军事情报信息 最后发往巴基斯坦三军情报总局 被抓捕以后呢 该名的情报人员被立即处决 那他收集的相关信息呢 包括了比鲁芝解放军武装分子亲属的信息 非常非常敏感的信息 所以呢 比鲁芝解放军开始报复巴基斯坦三军情报总局 为什么 你威胁到我的家人了 你搜集我家人的信息 这些家人呢 实际在巴基斯坦内部 他是有很大的一个网络的 如果这些 包括比鲁芝解放军这些亲属的信息 被三军情报总局掌握 很有可能 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 会对这些家属不利 所以呢 比鲁芝解放军开始采取了行动 对巴基斯坦的警察部门进行报复 我个人认为 这一次对中国方面的恐怖袭击 也是为了警告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总局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那这个巴基斯坦的间谍呢 实际上已经被枪决 他的照片呢 就是封面上的照片啊 那从现在来看呢 巴基斯坦的局势呢 是非常紧张的 特别是与印度啊 现在在克什米尔地区呢 还有紧张的对峙 印度方面呢 也对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 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兵力增加呢 也提出了抗议 所以在整个的巴基斯坦 与印度边境地区啊 目前的局势是非常紧张的 所以我还是提醒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 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 外出一定要谨慎 另外呢 现在巴基斯坦的国内局势啊 是一个动荡 特别是他现在刚刚更换了国内的总理啊 政局也不稳 比如说解放军呢 他呢实际上 这种自杀式袭击啊 是为了警告巴基斯坦这些盟友 主要是为了警告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总局这些人 所以呢 他袭击中国公民 为什么中国公民目标最明显 最后呢 我还是提醒了在巴基斯坦的华人啊 巴基斯坦我也去过啊 巴基斯坦那个地方呢 有外国人存在的话 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周边地区 周边地区的恐怖分子呢 要么绑架 要么自杀式袭击 所以中国人在那个地区很危险的 特别是国内如果巴基斯坦国内出现动荡的话 袭击外国人给当地政府造成压力 对吧 你袭击袭击中国人 那么中国是吧 会给巴基斯坦政府巨大压力 是一把中国人当成什么 当成一个筹码 所以呢 我觉得建议啊 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 外出要低调 首先呢 女性最好带上他当地的那个投杀 最好遮挡一下 你这个面部识别 是吧 很难识别 也分不然你是中国人还是当地人 所以呢 最好能融入当地 这外观看起来 不要有区别 很多中国人穿着非常亮丽啊 甚至穿着那个 穆斯林啊 看起来很奇怪的衣服啊 甚至露大腿啊 在巴基斯坦 实际上我也见过啊 在巴基斯坦见过那样 穿着个超短啊 实际上那样的很危险的 特别现在在巴基斯坦啊 这是第一个提醒 男性呢 我觉得啊 男性尽量在巴基斯坦 不要走得太远 我在巴基斯坦的时候见过啊 很多这个男性胆子很大 到山区去 一个人背个包就去了 当地是有什么 是有绑架的 绑完以后跟大使馆要啊 我是十年前 十年前巴基斯坦 那个时候我听说 一个中国人的价格能达到300万人民币啊 大使馆就付啊 一个中国人被绑了山区 那个村子穷啊 绑你以后 当地的警察也进不了村 是吧 跟大使馆要钱 300万一个人 不给不给你 也不知道是谁抓的 是吧 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身份登记 抓个人很难 甚至他可以直接跑到阿富汗去 再也不回来参加什么游击队 你根本没法抓这些人 当地的进村以后问 那村人说不知道 实际上呢 当地就绑架外国人 当成了一个产业链子 一个人300万 所以呢 当地的华人啊 尽量在巴基斯坦 不要独自啊 去往这种非常动荡的 与阿富汗交界这个带 在大城市呢 我觉得尽量低调啊 这是我给大家提醒 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比鲁支解放军啊 他背后印度的力量 呃 比鲁支解放军这次行动呢 像我刚才讲的主要是为了报复巴基斯坦三军情报总局 是吧 他对比鲁支解放军的这种渗透行动 是为了警告巴基斯坦的情报